天后陈慧玲近期一直在微信专辑以及7月25日即将在香港举办的FOV Live Music Stage做准备 工作之余陈慧玲也频频在社交网络上与网友分享自己工作的状态 不仅放出MV新剧照和音乐会新造型 调足歌迷胃口之后又表示音乐会门票已经收听 令手骂没抢到票的歌迷哭笑不得 两天前陈慧玲在社交平台上放出了自己微信歌做自己的太阳 拍摄MV的现场制造 据了解做自己的太阳DMV情节动人 用微电影的形式讲述了时光流点中动人的故事 并把这些故事用火车串联起来 因为火车与车站见证了太多的分分合合 欢笑与别离 剧照中的蒸汽火车和老式的站台 透露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场景 陈慧玲身穿一条妥色复古长裙 知性邪然 她在站台购票的样子 像一名普通的乘客 但在另一张剧照里 她坐在车厢里看着面前的年轻女孩痛心哭泣的样子 又仿佛已经超脱于单线的时空 洞悉了一切 究竟陈慧玲在做自己的太阳MV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只能等21日MV公布时再了解了 出了新歌 陈慧玲最近也在为7月25日的音乐会加进彩排 凯雷此前就透露过这次音乐会 想要唱更多新歌 歌迷也大为期待 然而7月15日 陈慧玲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一条视频 视频中凯雷表示自己 次选择的场地太小 就连本人也没有音乐会门票了 而评论区已经变成了歌迷的交流现场 有的人门票带首 机票酒店也全搞定 而有的歌迷只能弱弱的问一句 场地隔音好吗 场外班小板都能听到吗